小 tumb headquarters 小雅 強囊啊 屬發人立下山 認賢北平之所 看著 前 vivo 你 наход住了 是你不會掛燦 我不在地坐 逢的三次報告你沒聽過 quién 沒聽過啦 又報告 聽哨 天啊沒聽過了 就用數反正來講給你們聽啊 開啟投資新企業 再創破例新高峰 登峰造極 歡迎收看登峰造極 我是黃允凡 今天是3月4號禮拜五 好吧 大家現在討論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烏克蘭的核能電廠 如果遭受到破壞會發生什麼事 這就是我們今天在 台灣股市盤中所反映的砂盤 那當然你要想 面對俄羅斯總統那樣的一個狂人 好像就非要把你摧毀 而且你知道嗎 沒有一個國家在打仗的時候 是會去瞄準核電廠的 對吧 你想想看 我光瞄準如果萬一它遭受到破壞 那個是比 車諾比還要再大十倍的災害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難怪 我們在盤中大盤是殺盤殺成這個樣子 那打仗就打仗 怎麼會去打核電廠 那這個是好吧 那我說未來的關心就是 這場戰爭如何演變下去 那台灣在談的現在在吵的就是 該不該負責啊 我們到夏天要不要缺電啊 現在完全都圍繞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蠻有意思的 就第一個 我們不要核電 我們就是慢慢把核電就放棄掉 然後呢 開始用這個再生能源 綠能來做 國外有核電 但是碰到戰爭的時候 居然有人去瞄準那個核電廠去發射炮彈 那所以呢 對這個股市的衝擊非常的大 你要知道呢 如果萬一 就過去大家都在思考一件事 如果是普丁特 他突然就說我決定要發射核彈 大家都想說不可能有這一步 可是他是個瘋子啊 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子不擇手段 而且超不人道的 我們在看那個影片 對平民針對救護車來做這些攻擊 那所以 我覺得 在他的身上好像沒有什麼不可能的 尤其是 到底誰下令要去攻打 所謂的核電廠 所以好吧 那談的股市今天是 實在是受驚害怕 那我跟大家講對不起 今天沒有辦法週末愉快 沒辦法出發 這是核電廠的問題 超嚴重的 好了 來 先看一下盤面上 等一下喔 不然等一下喔 那大盤是這樣子跌喔 如果今天是這種跌法 為什麼有些股票 他還可以逆勢上揚 我先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早上一開盤的時候 其實消息面是來自於早上一開盤 然後包括美國的期貨盤 也是因為我剛剛所說的這件事情 這個核電廠的受到攻擊這件事情呢 一開盤以後 就大概跌了223點 直接灌下去也200多點喔 那最高的時候 讓它板彈的時候是拉到 拉鋸到89點 可是到尾盤的時候人就是跌了197點 成交量呢是3877億喔 大家來思考一個關鍵 就是叫做 昨天才全台大停電 然後今天就是發生這個所謂的 核電廠被攻擊的這件事情 這個是國際新聞 然後呢我們又回到我們台灣來發現一件事 大家在討論 那昨天這樣一個停電 到底我們的企業損失是有多少 那從早上的消息面丟出來的評估呢 大約至少100億也跑不掉了 然後就是把這些產業加一加 我們來想一下一個關鍵點就好 咻一下這樣停一下 就會損失這麼多 那說我今天給你打九折對不起你打九折沒辦法彌補我的虧損 是齁 那既然是人為殊失 就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這叫人為殊失 天啊 我還是不太懂啦 我現在有跟大家講 這麼重要的 全國的發電發生的是人為殊失 好不好 那這樣子好了 那回過頭來看 今天的盤面上 如果你有看到在平盤的 上漲的 那有代表一件什麼意義就是 欸對不起齁那個消息面對我的衝擊是非常小非常小 好是這樣子喔 好是這樣子的嗎 對的 因為大多數人在今天 殺下去200點的時候已經準備跑了 因為你已經看到相關的新聞 所以每個人心裡都會恐慌 那我問大家如果今天實際上進去衝進去買股票有什麼意義沒有為什麼禮拜五我問大家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股市休市那如果你今天去卡位除非你要報撥斷去卡位報撥斷說因為他是配現金配的很多所以呢我放著我都沒關係的OK的可以進場但短線呢大家都會避免而且你知道那個法人碰到這種國際新聞態勢的話一定會手上股票先減碼我先跟大家講一定會這樣好然後再來呢你去看喔 我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上面的這一群股票喔你就會發現咦如果以航海王來講的話今天他算是很猛了他叫陽明好不好今天算是很猛了如果以航海王來說的話今天算是很不錯了你看喔長榮今天走勢是這樣子的喔也就是高點呢衝上來到這一波到171結果後來收盤的時候到159相對的這個叫熱門股票各位你想到熱門股票就很簡單嘛我今天到裡面呢坐到 當中兩個方向一先做多後賣嘛第二先空嘛 後補嘛那大家看一下這邊都出現了空間什麼意思開盤的位置在這個位方高點在這個地方多可以做空的話到這邊長不上去了欸空可以做好是不是這樣子所以他的量能會爆出來喔42萬張量好大你如果以大盤成交量來講的話很多很多的這些資金是往哪邊靠 往那些抗跌的股票身上靠好不好那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剛才講的是航運股喔可是有一些更有一些中小型股我們在盤面上所看到的是欸奇怪喔我等一下會舉例大家比較熟悉的股票啦齁來大家來看一下ESL的驚鴻今天有一萬張也就是呢我打到185這個位置呢我在往上拉可是呢前面漲到這麼高的時候各位想一下齁這個叫200多欸將近300喔然後 然後打下來打到這個位置都在這個這個叫相對低檔了可是如果我今天再把圖形再放再縮小給大家看不對啦他已經漲一大段了啦齁是不是但是獲利良好嘛不是嗎齁我們現在講的一個就是然後呢股價下修以後現在再相對低檔在這邊進行整理反而在大盤遭受衝擊的時候因為這是一大段的修正各位你要知道什麼叫換手概念齁那換手概念就是如果我今天操作一個波段呢 漲上去到某一個段落以後已經換手了在那個地方曾經賺錢的人已經跑掉了那後來買進的人他是持有這籌碼的那叫換手成功我告訴大家該賣震盪完了齁舉例啦齁如果在這個階段他要整理完之後他有沒有機會再往上走這個重點就是未來他產業產業跟他的營收獲利是不是能夠搭配上然後他股價他有機會往上齁那這是一個重點好了這叫中小型股的走法那我再給大家看一下齁大家都在談 如果以獲利良好的基本面良好的話那一定是你要什麼營收創新高啦獲利創新高啦這種有很多高很多高出現的齁群電就是一個代表 好吧那群電大家有記得嗎他也是屬於什麼低軌道衛星概念股其中之一好那我再給大家看一下那為什麼這一群股票今天在消息面衝擊之下他還很穩定請問南電是誰的標的好我現在問大家南電誰的標的ABF宰版三雄嗎齁對吧南電今天也相對的是直穩的齁 然後呢你再往這邊看喔包括漢磊今天也頗穩的齁然後再來喔被動元件耶他之前大漲過今天欸今天他有反彈上來因為前面又經過修正達方也是被動元件今天也出亮來各位很妙吧就是你在盤面上你會看到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個股他在表現那同樣的消息面衝擊過來所以呢我還是要提醒大家如果這樣子來看的話包括我們之前講的說 你突然大漲了你突然漲上去了可是你突然一個大跌壓回來了對不起等一下你注意看喔各位請看這裡是一根漲停這一根是長紅然後跳上來以後高點在這個位置然後呢壓回來修正了他今天大盤不好他量縮反而價穩這就超妙的來我問大家如果對這種股票叫做散熱族群的元山你會對應到什麼樣的供應鏈你會對應到就是BIA 供應鏈供應鏈為什麼你會對應到BIA供應鏈因為他正在跟BIA合作所以你去看BIA新聞的時候BIA他新聞出來的時候他就會說BIA在二月份他的汽車銷售的數量是多少你就會去觀察一下數據好跟不好好接著就是新人員車好的那既然呢有些股票大家都比較熟悉所以我跟你談的時候你會有概念說對齁今天相對抗跌的我們剛剛看到都是有比較在漲的股票嘛那前兩天有跟 大家講我說請注意如果特斯拉概念裡面這個比較中小型哎呦這尾盤是怎麼樣尾盤一定要這樣做嗎尾盤一定要收在平盤嗎不然怎麼會勾上去意思就是說當環境不好的時候一定有很多人賣他都往下賣往下賣往下賣然後買的又不積極的情況之下只能用做防守盤那防守盤到最後的時候呢他居然收回平盤那意思有就是說這家公司體質並不差不然沒有人會 沒事去後來去買買這一些張數然後變成平盤好那給大家看一下所以股價的位階仍舊在低檔來請看而大多數的公司還沒有公告去年第四季的財務報告對吧而現在又開始公告了二月份的營收哇那天啊這些消息面這樣衝過來到底該怎麼處理齁我先問大家齁今天禮拜五然後呢明禮拜六禮拜天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關心的就是烏克蘭核電廠後續的發展以及俄羅斯跟烏克蘭之間我不太覺得俄羅斯就會罷首你知道嗎就是邊談還邊打欸欸邊談還邊打欸我發現兩次都這樣啊我跟你這邊坐下來談結果呢好我們同意要開一個什麼人道的走廊然後讓這些平民呢透過這個管道來撤退然後開始又發射開始又發射這是兩手策略所以我認為齁我先跟大家講齁齁 俄羅斯烏克蘭這件事情除非真正的歐盟國家跟美國他們有出現非常強強制的手段但我不覺得什麼什麼樣的什麼樣的一個措施能夠讓讓他收手就是俄羅斯會收手因為本身他們總統就是個非常狂的人所以我不覺得你們可以影響到他啦所以所以大家現在最擔心的就是這樣你到底最後俄羅斯你會用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烏克蘭跟面對全世界你都不care 說我這個砲彈打過去是打核電廠欸大家會認為說是打錯的嗎你覺得說我們不小心打到核電廠嗎欸那個是有熱像儀喔那個是可以瞄準的喔有熱像儀我要去瞄哪個地方我們瞄哪個地方是可以這裡喔我就是要打這裡不是打不是沒有打準去打到那裡的他故意打到那裡的可是他怎麼不敢去打到反應爐啊他是打到那個牆壁喔對不起喔我就是告訴你我還是在攻欸那萬一打偏了呢 萬一打偏了這是非常大的災難所以我還是提醒大家即便我們在禮拜五看到有些股票在反彈你可以不要動作為什麼因為還有兩天你是有風險的我誰知道啊國外的風險這件事情是很難確定的因為我們收到資訊其實不會是同步會比較落後一點那於是乎好吧今天禮拜五是吧我們來想個策略如果禮拜五的晚上禮拜六禮拜天這件事情是平息下來了 不再攻擊核電廠什麼什麼時候其實我還不知道因為我現在做live我現在時間是下午對吧那未來消息會出來嗎請問大家如果這個消息面如果稍微平息一點然後有一些措施出來了以後股市會相對穩定因為畢竟今天要賣的很多人都在賣嚇都嚇死了怎麼會是核電廠那邊啵啵啵啵啵啵啵開始丟那個法人手中持股多的也是在調節你看像台積電也是一樣風水草動一來就是這樣也包括了昨天的台灣台灣的停電的效應加上又碰到那個 所謂的烏克蘭核電廠被攻擊的效應所以呢雙重利空砰打下來好吧那要打下來是蠻快的什麼什麼意思呢今天其實打下來就差不多了你不會想要在今天賣又碰到禮拜五對齁那說的也是所以當你賣不下來的時候有一件事情今天股票賣不下去下禮拜它就形成板壇如果沒事的話我的前提是如果那個核電廠是安全的我們的前提一定要這樣做我現在跟大家講不用去賭不用去賭說 我不管它安不安全我先卡好位置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它在禮拜一一定反彈不一定要這樣賭除非你選擇的股票是高值利率的股票我我知道它很能防守什麼意思呢它本身配息就配得很多股價在這地方是合理的我擁有它我不怕所以我不賣甚至有人今天買進的是走波段的走高值利率的好的那各位那請問禮拜一該怎麼操作那我現在重點來了因為我會經過禮拜六禮拜天對吧 好吧那只有這樣子我覺得啦我覺得只有這樣子如果今天我們要去買股票大家都不敢買的情況之下我先去買那我就當先鋒對啊那先鋒只有兩種情況啊對不對哎呦萬一被推到咧還有第二先鋒就是先看得出來那個味道對它準備開始了那有可能我來當先鋒先鋒贏好那麻煩各位手機掃描就下禮拜開始下禮拜 我先講如果要經過禮拜六禮拜天的之後的下個禮拜一這消息面會比較明朗從下禮拜一開始四排五天好我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沒有發生重大的意外事故那我就講說重大的意外事故不用看了那就不用看了真的大家都不用看了如果萬一核電廠怎麼了呢你說禮拜一要進廠嗎當然不進廠我先跟大家講了那個是比較重大的意外了那如果沒有 如果等這兩天就好等兩天如果沒有請你先準備好如果沒有這個消息面這個穩定下來了如果沒有來各位請注意先鋒贏出發禮拜一如果有你也先掃描好一樣是五天等一下如果有還有需要出發嗎如果有狀況的話你就要知道股市會怎麼反應的這兩天就好禮拜六禮拜天 所以呢我先把它預告出來給大家說假設沒有的情況之下這件事情就會在禮拜一出發就是先崩營四排五天禮拜一開始今天麻煩各位請掃描齁我不想把這個後面講的多美好給大家聽因為不管是基本面再怎麼走你只要碰到核電廠如果真的被砲彈砰打到反應爐這樣的情況之下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現在跟大家先說一下不是要嚇大家齁因為我們不知道 俄羅斯的軍隊到底會做什麼樣的動作好不好所以我們先把壞的情況先放在那邊再把好的情況放在那邊比較好的情況就是這個情況先鋒贏四排五天好不好怎麼樣了嗎要掃描齁對齁我們不知道要打電話是掃描好不好我們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待會再回來 動盪盪不安的時代才能創造不同的價值388時事造英雄專案幫助您在困擾的環境中成為股市真正的英雄 英雄專線頂二抱一二5858 Live直播 直播 Live直播 Live直播 直播 Live直播 直播 Live直播 來副直播 直播 立即上線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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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立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开启投资新视野 再创破例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 回到现场来 刚刚我在行中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第一没有办法去避免 就是碰到这种 你知道这两国在打伤 那你也知道这两国正在谈判 那第二回合的谈判 结果当你知道在谈判的过程里面 然后突然发现有人把炸弹打到核电厂 你怎么有办法想象说不是在边谈吗 在他边打 而且打的是核电厂 所以这样的消息会让所有的投资人的人心惶惶 因为你知道被击中反映炉的后果是什么 所以各位那你就不可避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股市它绝对会是震荡 震荡是往下 而在其中里面 如果假设这个股票是不具震荡 它一定有它的特色 我现在跟大家说 本身筹码稳定 第二 有的人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所有台湾股市里面 包括我们的龙头台积电 那你要知道台积电在跌 在这个过程里面 曾经有人说 我要用画台积电给大家看好了 我要用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一直抱着台积电到底对不对 然后我先看一下台积电是多少钱 今天是595 对不对 好 现在跌7块嘛 我给大家看一下 来 最高在哪里 请大家看 最高在这里啊 688 我先假设 你当时呢 我先做一个假设给大家看 当时呢 快要600的时候 因为这边整理完 快要突破的时候 你去买了台积电 好不好 我们就算他600好不好 好 我们就算他600 好 你买进台积电成本 你就给他一直抱着 因为台积电是非常好的股票 是不是 600块我去买进了以后 台积电涨涨涨涨涨 开始涨了 涨到这里 好 来 请大家看 我为什么要讲台积电 这个操作过程给大家听 然后他又拉回 涨到哪里 涨到669 他拉回来 然后再继续涨喔 他过了669 来到最高叫做688 来到688的时候 你突然听到外资 对台积电 他丢出了一个目标价超美好的 有没有像当时在丢国具的目标价 有吧 那好了 好了 我们就是600买的 我们都不卖 对不对 我们要长期抱着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喔 是喔 来 现在是 那各位请看 你当时买的600 688的高点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今天的台积电 595 你经过了这样一轮以后 你maybe你在今天买都还比你当时的600还便宜 哎呀 反正我要抱着我不管 是不是这样 对 请问到底哪没有问题 好 因为你没有停一点 你就永远都抱着 是不是 那就算了 好 我先跟大家讲那就算了 为什么 配息啊 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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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你的成本丢下去是600 那你就一直配息配息 所以中间的价差你通通不赚 你就永远在配息 那我问大家 如果是上来以后 你可以在某个点做一个提议的话 拉回来再接的话 你也可以配息啊 可是你多了一个什么 赚到股价 喔 原来是这样喔 是喔 所以很奇怪 就我觉得有些我们的观众就是 我都不去看 反正我就一直放 那你是碰到刚好有走多头 碰到这个产业景气 不是说你有多厉害 我现在跟大家讲 不是说你有多厉害 第二个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敌軌道卫星概念股 我们过去有形容过说 啊 那个 它本身走上游的 里面有一家公司 來 这是原始的资料 我们之前在跟大家谈的时候说 因为它有这个什么什么题材 又走进电动车 又走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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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有没有 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就重点 当我们把题材拉出来的时候 我们去看到那一群股票 它是 它有优势 什么优势 它端出来的成绩单 就是不是创新高 就是创新高 什么意思 就不断的在创新高 那你 创新高创新高 创到最后 你会发现 如果累积下来的话 就变成 那我的获利会不错吧 是喔 那我如果说 我去年获利不错 我股价又经过修正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哎哟 前面是高点在那个地方 那个在反映 那在反映它的获利面 跟它题材 然后呢 后面做修正以后 刚好打出两个脚以后 今天大盘在压盘 它反而又上来了 请问大家为什么 如果你仔细再回去 看那张字卡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了 你知道吗 除了低轨道卫星 还有什么 电动车 对不对 网通 甚至是mini LED 这一些很多的新的领域 那么当然SpaceX 就是马斯克的 这个什么心电计划 大家都知道 那个是它在独家认证 采用的高阶席膏 接下来还有很多 那你一听到席 你就会想到战争里面 所有的很多的原物料 我在前两集节目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包括了 包括了铝 包括了铜 包括了席 包括了席 包括了很多很多 这些原物料 是 还有一些人 亚麻烦